我們現在趕去中間電台一路大曝光 在高速網路上現在一路要往中間電台走喔 現在要到六樓先去梳化 這就是他們的辦公室 然後先到梳化間 要不成功嗎? 不用了 好,謝謝 來了很早 嘿,你好 來,坐下來 應該只有中間 現在還沒開始錄影 這是錄影現場 大家可能沒有看過現場直播 這裡非常有很多的燈光 可以看到上面很多燈光 這裡就是平常的一色銀炮 好,謝謝 韓國瑜打成權貴 他企圖把韓國瑜打成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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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一個鄉鑽,一個鄉鑽,一個鄉鑽子去傾聽 去聆聽 這個時候發現韓國瑜回來了 韓國瑜回來了 蔡英文也回來了 韓國瑜回到當時的一無所有 韓國瑜回到當時的坦誠坦率 知道老百姓要什麼 我跟你直求對決 蔡英文回到他當時的傲慢 蔡英文之前是很傲慢的 2018選的時候他開始 我好像講過我要謙卑、謙卑再謙卑 現在又忘了 因為他撿到槍嘛 那誰知道同家這個步槍堂炸了 甚至無形中堂炸 他開始緊張了 所以為什麼他開始憤怒 開始狂飆 開始利用整個行政體系 已經比東廠還要懂 已經沒有辦法 甚至在這個公開場都會講了 誰說民主不能當飯吃 老娘吃給你看 你千萬不要去壯大他的民主食物鏈 他是打著民主的招式 正在分食我們一點一滴累積的財富 打壓的一部分 韓國瑜跳出來 我開始真正告訴老百姓 什麼叫民主 什麼叫庶民 總統的權利是來自庶民 總統的權利是人民給的 所以最終我要愛護我的人民 我要傾聽我的人民 你跟我做抗議 你是跟我做陳情 沒有關係 我聽 我現在不是總統 我用熱情 我用真誠回憶你 我不要好好操心 我都說可以 市民說民主自由可以當飯吃 然后一直不断地强调要顾主权 他还说主权要顾好 不然民主自由没有 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没有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生活环境 民主自由 大家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所以会有外资 企业 会来到台湾 可是在这边我也不得不提醒一下 蔡英文总统大喊着民主自由 可是1450操作选举 中共代理人 这些根本就是违反民主自由 带我回去了 他说他很辛苦 刚才有睡一觉 在车上睡 在车上睡一觉 到我刚入玩意 好 我要回桃园了 好 上高速公路 大道恢复回桃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